核心资产要火了 欧洲资管巨头加仓各种毛 北上资金巨资满入股名单来了 炒股就看 权威 专业 即使 全面 助您挖掘潜力主题机会 北向资金的持仓变化 与市场走势较为贴近 对A股整体走势 具有一定的前瞻和指引作用 海外疫情没有好转迹象 以12月15日数据看 美国单日新增病例 1元在10万以上 法国 英国 德国单日新增病例均超过5万 有所不同的是 安联神州减仓宁指数成分股 包括等 安本标准11月份加仓等个股 这些公司即属于毛指数成分股 也是市场关注的核心资产 该基金同时对宁德时代进行减仓 数据保统计 自12月1日以来 连续12个交易日净流入 北上资金合计流入额 高达821.06亿元 超过2015年及2016年净流入的总和 创互联互通机制开通以来 单月净流入新高 连续流入天数为近一年来最长 国城证券表示 新一轮降准进一步释放流动性 政治局会议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也持续强化政策稳增长预期 同时PMI重回扩张区间后 10月出口数据也在超预期 最新涉容数据也边际向好 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再获提振 今年5月 人民帝也曾出现持续升值 彼时外资布局A股意愿有所增强 5月份北上资金净流入额 也超过500亿元 数据保统计 以区间成交均价计算加仓金额 近八成行业或加仓 大消费 大金融行业或显著加仓 非银金融 电子 食品饮料 化工等四个行业加仓市值超百亿元 其中非银金融加仓举首 净流入达到144.9亿元